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此神在这新的一年 要给你的应许是什么呢 到底神的话语是什么 这就是神的话 神将使你看见 祂荣耀的启示 当然每一次呢 神向我张写心事 我很少知道 那个主题是什么 所以每一次 我都会求神来教导我 就如过往一样的呢 主耶稣非常忍耐的 有耐心的来教导我 到底什么是神荣耀的启示呢 在初埃及记33章18节我们看到 摩西呢是第一位在圣经里面的先知呢 做了这样的祷告 他这样祷告说 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可是我们在初埃及记33章20节可以看到 神呢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神告诉他说 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我的面 而仍然活着的 他想要看到 摩西乃是要看到那位肉眼不能够看见的神的真正的形象 神告诉他说 没有任何人能够看见我的面 而仍旧存活的 然而你却是我最亲爱的 我将对你有所例外 你不可以看见我的面 不过你可以看见我的背 摩西先知呢非常的高兴 至少啊他得到一些东西 你不也是这样吗对吗 即使你没有得到天上所赐下来的整个的面包 至少能够得着天上的面包靴 那也很不错 但是几千年之后 当主耶稣活在世上 他呢也像先知摩西一样的做了这样的祷告 在约翰福音12章28节我们读到 主耶稣向父神祷告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而主耶稣的祷告呢 天父立即的音乐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亲爱的儿女 同样的神也要给你这样的特权 好让你能够看见神荣耀的启示 在2019年一整年的里头 你将会看见神荣耀的启示 你的属灵的眼睛将会被打开 你那理解的眼睛将会被打开 你将要看见神那伟大的荣耀 可能你问这怎么可能呢 要是神不允准摩西的那个祷告 那么神怎么会把这样的事情赐给我们呢 你要知道怎么能够使不可能变为可能吗 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九节 这两处的经文说 那边说到呢 主耶稣呢 其实就是父神的荣耀的彰显 主耶稣呢 就是神荣耀的彰显的一个的彰显 主耶稣说 凡是看见我的 就是已经看见父神了 因此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得以看见父神的荣耀 而这样的荣耀呢 不是摩西先知所能够看得见的 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让我们看到 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可能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说 那就是 那就是借着主耶稣的身体 已经将这至圣所的帽子 给打开了 为我们开了一条通达的道路 让我们能够知道 进到父神的施恩宝座前 当你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 你看见什么呢 那就是看见神荣耀的奇妙 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呢 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呢 是可能发生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正是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六节的预言 应验的时候 What does he say? 这里怎么说呢? Morever the light of the moon will be as the light of the sun And the light of the sun will be sevenfold As the light of seven days In the day that the Lord binds up the bruise of his people And heals the stroke of their wound 当耶和华禅果他百姓的损处 一日他民边山的日子 月光必像日光 日光必加七倍 像七日的光一样 在这里说到呢 日光将会加七倍 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觉得 这样的事情难以相信 但是当我们谦卑自己 圣经说 主耶稣亲自说 凡是谦卑自己 好像小孩一样的 神将会把这些的奥秘 向他们启示 到底神如何地行这些荣耀的启示呢? 现在我要为你读两处的经文 从这两处的经文呢 我们将会看见神如何行他荣耀的启示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 请你赶快地把它翻到这些的经文 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呢 你可以读着这荧光屏上的经文 第一处的经文呢 那就是《生命纪》三十三章第二节 他说 耶和华从西奈而来 从西尔向他们显现 从巴兰山发出光辉 从万万圣者中来临 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 这节经文说呢 当神从西奈山上下来 他的荣耀彰显出来 到底神的荣耀如何彰显呢? 从这我们要看另外一处的经文 哈巴古书第三章三到四节 神从提曼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临到 他的荣光遮蔽诸天 送赞充满大地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从哈巴古书的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 他非常美妙地描述了 二零一九年神的应许 当我今天早上 准备今天晚上的这个信息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 我实在感到非常奇妙 其实哈巴古书三章三到四节呢 正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的一个 最完美的表达 神从天上来到西乃山上 来彰显他的荣耀 到底神的荣耀是什么样的呢? 在第四节说 他的荣耀辉煌 就好像日光一样 同样的 当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呢 就好像从他手里面 射出光线一样 而神荣耀的彰显 正是他能力的彰显 当神的羔羊和我说了这些话之后 当我继续地在神的面前等候 因为当时候呢 我还是感觉到 神的同在就充满着 我整个的客厅 那在当时候的那种的情形呢 我通常都不会停止 我的祷告和等候 我已经学会了 如何地常阳 在神的同在中 所以当我继续地等候 这时候呢 我看到天上的异象 我不在这异象 天上的异象 不过呢 我看到天上的异象 我看到主耶稣呢 站在天上 他就手中握着摩西的杖 然后他说 我将会把我的杖 也就是摩西的杖 给我的子民 好让他们能够奉我的名 来行启示 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七节 我们看到 当时耶和华神对摩西说 要拿着这支杖 然后在埃及的地方 来行一切的神迹启示 因此呢 摩西的杖 就是拿来行 一切的神迹启示 现在神对你说 I will give my rod of Moses to my people to do wonders 我将要把摩西的杖 也就是我的杖 给我的子民 来行 来奉我的名 行神迹启示 What kind of wonders 是什么样的启示 They shall strike the earth waters and over all the powers of nature to do my wonders 他们将会用这支杖 来击打大地 来击打所有的水源 来击打所有这大自然里头的能力 来行我的启示 You may recall right now that's exactly what the prophet Moses did in Egypt 或许你这时候就回想起 这正是摩西在埃及所行的 一切神迹启示 God sent him to Egypt and he did ten wonders there 我们看到神拆解摩西 到埃及去 然后他在埃及 行了十件的神迹启示 and the ten wonders included miracles in the water in the land and over the air 而这一些的神迹启示呢 都发生在大地 在水上 甚至是在天上